我是万万没想到 一位老大爷靠这道炸酱在县城买了两套房 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 下面我就把详细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如何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梅花肉 我们将上面的猪皮去除 再切成厚一点的肉片 然后再切成均的肉丝 最后呢再切成肉丁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有口感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蛋面再准备两个洗净的辣椒 同样的切成辣椒丝 最后再切成辣椒丁 切好以后我们也先装入碗中 做炸酱一定立不了大葱 这样熬出的炸酱会葱香浓郁 同样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我们装入一个碗中 蛋面重点来了 我们来调制酱料 碗中加入200克甜面酱 再加入300克黄豆酱 5克胡椒粉 100克白糖 再加入100克花雕酒来增香 30克生抽 30克老抽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所有食材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为了增香 再准备一下蒜末和姜末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有热 倒入三个鸡蛋 将鸡蛋全部的炒散 为了更加增香 我们将鸡蛋炒得老一点 全部炒好以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再次起锅 加入适量的青油 倒入切好的肉丁 全程小火煸炒 将肉丁全部炒散 最后将肉丁全部炒香 煸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炒至微黄 我们再倒入蒜末和姜末 继续翻炒 将小料炒出香味 然后再倒入辣椒丁 炒出辣椒丁的清香 接下来我们将对合的酱料 全部倒入锅中 然后用勺子不停的去搅动 切记整个熬制过程一定要用小火 免得酱料下面糊底 整个熬制过程大概需要30分钟 使酱的香味完全被激发出来 随着温度的升高 里面的水分也在慢慢的蒸发 酱料也变得粘稠 我们已经熬制了20分钟 这时倒入鸡蛋和葱花 继续的小火熬制 使鸡蛋的香味和葱花 完全融入到酱里面 在小火熬制10分钟 就已经大功告成 这时已经色泽红亮 酱香浓郁 全部熬好以后 我们装入一个盆中 里面搭配了鸡蛋和肉丁 真的是非常的香 不管我们是吃馒头 卷饼 吃面 都是非常的美味 吃过以后 你一定会回味无穷 喜欢的朋友 一定记得收藏起来 感觉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非常的感谢 视频看到最后 记得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每天会与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见